中央设计者侯资营台北29日电第二代晶片护照出包引发风波 外交部长李大为今天前往领务局为基层员工打气 他也对国人表达歉意 他说自己绝对要负该负的责任 对我来讲去留从来不是问题 此外有关领务局长与驻加拿大代表的继任人选 李大为坦言目前还没确定 预计元旦过后将向总统院长报告 但最后的财势还需要一段时间 第二代晶片护照物质类似美国华府多勒斯机场图样 经网友发现后外交部紧急处理并公布惩处名单 由于外界争议甚多 他今天上午特地到领务局向基层员工一一握手打气 随后接受媒体访问 面对媒体询问对公中城是否有处分过大问题 李大为说领务局局长是机关首长 权力责任跟一般司处长不一样 这次决定前后任领务局长都负行政责任 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是曹帅的决定 至于是否有高层下令 李大为说绝对没有是他决定的 但行政上仍需高层批准 高层也接受他的建议 这样的决定符合比例原则 至于为何第一时间没有给公中城说明的机会 李大为则强调 因为已将当初整个流程查证清楚 公中城调回台湾后 李大为说希望他继续留在外交体系工作 同时李大为也对媒体表示他的去留不是他决定 是总统跟院长决定的 不过他绝对要负该负的责任 对我来讲去留从来不是问题 李大为说他今天到领务局是希望为领务局员工打气 告诉他们部长支持他们的工作 也了解他们的辛劳与成绩 针对这次事件 他说外交部有许多需要改进跟检讨 在各层级从基层到部长都要在检讨 晶片护照图样发生失误 外交部27日举行 记者会表示领务局长陈华裕降调外交部参事 前领务局长现任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公中城调部办事 即日起生效106122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